下一个问题 师父说过 观世音菩萨也经常被人骗 那么我们在人间学菩萨 对别人好 但却被别人 利用学佛人的善良法 伤害了自己的时候 该怎样调节心态 继续无私奉献呢 这个简单啊 因为你被别人伤害了 对不对啊 实际上伤害的是他 不是你啊 你表面上是伤害了 对不对啊 因为你没有亏欠他 他亏欠你了 他赚了你的便宜 但是他的心灵受到伤害 他以后会难过一辈子的 他以后死了之后 他会感觉到对你不起的 但是你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呀 因为你被人伤害 把伤口痒痒好 这个事情像没发生过一样 因为他伤害了你 虽然他没伤口 但是他心灵的伤口在流血呀 我告诉你一件真的事情 别跟男的爱这个女的爱得一塌糊涂了 对不对啊 最后这个女的 也没有男朋友 只是看见他生产很多的不好的避息 非常的愤恨 非常的 非常的不开心 就决定要整治他一下 就跟他说 写了封信 写了封信说我为了整治你 让你彻底感到毛病 我准备 一个月不理你 这个男的呢 以为他真的不理他了 因为当时信寄出去 没那么快收到嘛 冒布信非常重 拿一个 这种销枪水 去把他脸弄 弄了 以为他是有男人 结果当收到这封信之后 后悔呀 难过呀 女的 后来整整容 弄弄好 从此以后不理他了 他没有什么受伤了 但是这个男的呢 从此以后活在痛苦的生产里面 到了最后 生不如死 看见哪个女的 他都没有办法跟人家好 最后自己得自闭症 自杀了 哎呀 想想他这种故事 不是编出来的 是真的 这种人就是说 当你自己得不到的时候 你会做出一些 不是常人 正常人 的行为 所以人家叫无常嘛 人家所以说 你这个人 做出来的行为不正常 那么就叫反常啊 反常的人 那么就是 已经不是人了 不是人们做出生事情了呀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所以 所以人不能 人不能亏欠别人 所以 被人家伤害 没有关系 因为人家伤害你 使他不理解 你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伤痛的 而真正的伤痛 使他伤害你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持续开始 你看师父 师父经常被人家骗的 你看 你看多少人利用我的善心 拜佛了 把事情都求好了 师父 提到 磕头 磕头求好了 到最后 还不理我了 他骂了 这种人 他持续太多了 那我怎么办 我今天如果活在他们里面 我不要气死他 我早就忘记了 我就觉得 我能帮到他是我的福气 我就这么想的 他今天不好了 是他的倒霉 我就觉得很可惜 当你可惜 慈悲这个人的时候 你心中不会留有伤痕 而他就会留有伤痕 好了 那师父 他 你像 你师父 你拔了他 他现在又 就是这样 他 终究有钱 会觉得很愧对你 愧对了 有的人不是已经 到了地狱去愧对了吗 是的 拜师的时候 有师父啊 我终生跟着你啊 然后师父给他 左加持右加持的 最后利用师父们赚钱 利用师父们 帮人家看头疼 跟他讲 还要骂师父 还不和想 我一个徒弟 对师父在怎么怎么怎么 最后呢 现在不是死了 是吧 就这样了 很简单 已经都 眼前发生的事情 还不好 是吧